我先介紹一下,我是清清古道的工作人員,兩家瓶子 我們還有後面的職位是小千石們 如果你有問題的話,都可以來職位我們 先介紹一下,除了我之外 還有後面是清清古道的工作人員 另外,我們還有兩位小千石 女士蒂摩,嗨,大家好 好 然後另外一位是竹林 那如果你們大家有問題的話,歡迎隨時來職位我們 再討論一下,上次報名的人數大概只有15位 那後來有些人又再另外多寫了 是已經確定要進來了嗎 有 有 有 是 是嗎 欸,回答我一下嘛 有 嗯,孫大衛是 是第一次來對不對 對 我們先下個 然後宜文 宜文在哪 那玉宏 對 好 那等一下 就是聖心 聖心長,聖心老師 他會先跟大家介紹一下清清古道 跟整個 一些歷程 然後他所做古道的一些 就是 推行的一些進度 那 上 老師上完課之後 我會再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整個課的一些特務說明 那 就是相關的什麼 權利義務 那大家的怎麼樣 才可以讓大家 拿到 拿回你的保證金 然後 還有功課 這些 這些 一些相關的一些事情 那 那我們把時間給聖心老師 好啊 大家聽到權利義務 我會覺得很奇怪 哈哈 太嚴重 好 也不是什麼權利義務 就是大家一起 開始在下課 然後把課上 然後希望大家 豐富的收穫 那個 那個 沒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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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從遙遠的高雄的桃園的寶山 藤之森的遊樂區一路趕出來 然後衝上池達的高點 然後高點到站馬上搭捷運 就想我應該要保持好的傳統是不是要遲到 謝謝大家 還好我沒有遲到 先歡迎大家加入第三次學習的 我們社交步道行動教師 因為有上次上課互相介紹 有人是今天第一次加入的 今天也是我們這個學習十二堂 步道學的入門課第一堂 步道的團隊有三個夥伴 包括今天的新夥伴 三個夥伴工作夥伴在這裡 四個 三個 我們知道還有助教群 助教群有三個 所以等於我們還有一位入門課 也會來跟大家見面的耀心老師 他也到了 多麼慎重的課程 所以先歡迎大家 然後今天我就跟大家開場一堂課 聽過千里步道過去十年發展歷史的 已經聽過這堂課程 應該還沒有人 因為為什麼說沒有人呢 這是我去騰之前的前一個晚上 又重新做的一個 加了新的工具的簡報 所以我把這十年千里步道在做的事 以及呢各位會來這邊上 步道學 以及將來 大家有可能再加入我們新的工作 我把這個背景 前因後果呢都跟大家做個介紹 那未來的課程 大家可能就會更了解 為什麼坐在這裡 人家坐在這裡還可以做點什麼事 所以 大家不用那麼嚴肅 我就先用那個 來跟大家介紹 然後呢幫我 我們中間會休息啊 看看有沒有什麼 然後肚子餓的人就吃東西 只要耳朵給我就好 那我自己就 大概用兩個小時的時間 為大家做這個十年的濃縮版的介紹 千里步道06年發起 有些步道社的朋友們 可能已經聽過 06年的4月23號 那天幾月幾號啊 那是16年 今天擺設請人家嗎 謝謝 謝謝你 五個小時 現在是16年的 1月14號 那我們是06年的4月23號 所以大家算一下數學 差一個月 差一個月多一點就是滿十年了對不對 好 十年前的這個時候呢 小野 學校保護熊 共同發起這個運動 目的很簡單 就是希望能夠讓更多人 一起來參與一個台灣的 三海美麗風光的保護運動 那講到保護 環境保護 大部分人都會 素然氣氣覺得環境保護 這應該是上街頭的人做的事吧 所以這三位 我們的前輩呢 就提出了一個很簡單的一個方式 所以我稱為他是一個非常非常低門檻的 每一個人都可以加入的一個 守護的行動 做什麼呢 就每一個人提供一個 他自己覺得最漂亮的 他最熟悉的那條小鏡 所以來自於苗栗啊 花園啊 裁東啊 苗栗好 各個地方 不管你生活的 或者你出生的 或者你居住的 或者你只是去過 但是你覺得 他實在是很重要 推薦給大家的 你就把它提出來 然後把它串在一起 那很多人就會說 那你告訴我 美麗就好嗎 那美麗的標準是什麼呢 所以我們就提出了幾個 幾個原則 第一個呢 他要盡可能地 離開棄輪車的壓迫 如果一個地方很美 可是你一邊走一邊要打 看車子會不會追過來 或者一邊看美景 可是那個廢氣不在你 從你旁邊過去 這不夠美對不對 太不浪漫了 好 光是可是看一個美景 可能還不夠讓你很很深刻 所以你要知道這個美景背後的故事 所以呢 那裡會有 不管是人文或是自然自美 那每一個都提供一小段一兩段 那如果你想像 現在是一個台灣地圖 從北到南 一小段一小段 最後就會變成這個台灣 這個大番薯山 好多好多小毛毛蟲 但他就不是一個路網 所以這時候呢 千里步道具扮演一個 串聯的平台的角色 那我們一方面去呼籲 邀請更多的人 一起來提供這樣一段一段的 他覺得最美的 不顯 那我們同時呢 也招募一批的核心之工呢 一起來走 把這些小小的線 串在一起 那這個過程裡頭 當然是千轉百折 因為到底要怎麼走 要怎麼走 你就會知道 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做這件事 像你看到的每一張照片 你都可以想像是過去 我們這十年來走過的路 譬如說讓大家恢復一下 譬如說第一張圖 剛剛有沒有快度看過去 所有你在這邊看到的照片呢 基本上都是這十年來千里步道去串聯路網 或者我們在試走過程 或者我們在做各項工作的時候 拍下來的照片 說這是一個路線嗎 這是一個路網的一部分嗎 去走過的人就知道 這是哪裡 阿朗伊古道 你說這是古道嗎 有沒有指示牌啊 你怎麼沒有畫一個線 是不是要有個標示 這是一個古道 它之所以被畫為自然保留區 就是因為它沒有任何的人道的設施 保留了最原始的自然的海岸 以及它周邊的這個山脈的這個資源 這是阿朗伊古道 所以你現在去呢 很高興可以告訴大家 它也是長這樣 那時候我們分享一張照片說 欸很美 不過你現在去已經不是這樣了 因為你現在是戒指這樣 這就是一個可惜 那千里步道運動 其實就希望保留這些台灣的土地上 最美的東西可以留下來 我們現在可以欣賞到 但不是看它最後一眼 而是未來的 我們的下一代 在這個台灣土地上 不管來自島內或者國外的朋友 都可以跟我一樣 看到屬於台灣最美的風光 像這個 這張照片呢 這個是防汛道路 海邊的防汛道路 就是在頭城沿海的自行車道 其實這樣的自行車道是不是也很好 那臺北雙北的自行車道當然很豪華 對不對 像這個只是走在防風裡頭 就是走在這個我們桃園的農村裡頭的農路裡頭 像這裡也是很漂亮的 就是 敘事走過嗎 沒有 我每次都拿走都沒走過 能嫌 那個 龍聖走過嗎 不知道在哪裡 很好 其實大家看到通常我們公路黃綠隊一排的變線桿對不對 變線桿這邊 其實它離公路其實很近的 這條公路是台九線 沒錯 敘事說的 對 這是崇德 崇德 崇德的下台地 漢本 他還不知道漢本 對 他再往前一點追到什麼 應該有走過 應該有走過啦 好 他其實這個路的聽懂 他們過來就到這裡 你走的時候沒有太難看 你走的時候沒有太難看 你走的時候太辛苦沒有時間 但是其實再過來這邊有一個海巡的一個 那個檢查灶 他這出去就會到崇德的火車站 再往前一點就是你說的那個 好啦 就一路往北 大家看到的這個地方 這是台灣很標準的一個 蘇發工作的人 很清楚 蘇發很長 好 清水代表 這是派遞 好 包括海邊的這樣的沿著海走 一些鮮明 包括從基隆這邊有繞海谷到 就是沿著海走 阿朗伊谷到沿著海走 靠著山走 當然我們在串聯步道入網的時候 一定會經過社區 會進入都市 所以在進入社區的時候 我們希望透過入網的串聯 讓大家理解到說 如果我們有更多人可以慢速的來行走 做定點深度的認識 其實會帶動當地的社區的經濟發展 那進入城市呢 並不是住在城市的人 就是第二等公里 我們住在城市 我們享有一切便利 所以我們就不能擁有大自然 不能美景 我們只能有水泥沖泥 不然對不對 現在城市裡頭 我們還是可以營造一個生態城市 所以從早期的 從這個綠色交通倡議 自行車道 人行道這樣的議題 包括跟政府的對話跟遊說等等 譬如說 好 待會就會說到 譬如說我們怎麼樣 跟各中央或地方的政府單位 做各種政策的遊說 所以在最早06年到10年 前面4年 4到5年 我們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把各地的人提供的路線 當我們可以把跨區域 把串聯完成的時候 我們就帶大家去走走看 因為我們自己主觀認為好 或者社區人覺得好 那我還不算好 如果一般的人 願意去試走 而且他就覺得 哇 這一段路 真的留下很多感動 而且帶你社區很大的回饋 說每一個來 從外地來的人 就會說 哇 你們這個社區 真很有特色 我下次還要再來 或者你們這裡的這個 不管人文 歷史這些故事呢 都可以不斷地被傳送 好 所以當跨縣市路線完成的時候 我們就邀請大家一起來試一下 這個 你們昨天去走的 漢順上學路 我去走漢順上學路去走 哇 去了一半 昨天是步道社的移興活動 漢順上學路是我們2006年發起以後 第一次南北開步走的活動之一 我們定在2006年的6月11號 那一年的每一個月的11號 如果是假日 我都會帶很多人出去走 那6月11號呢 我們就帶著北部的朋友 去走漢順上學路 從新店捷運站出發 從小廚跟部族 昨天走的路線一直走到龜山 那當天呢 其實南部也要開步走 南部的開步走 就走阿朗伊古道 可是因為那天天氣不好下雨了 所以就延後一週就變成18號 這個是南北開步走 正好北部就漢順上學路 南部就阿朗伊古道 而這好像也就註定了 我們要跟阿朗伊結下不解之緣 一直到現在我們都還在跟社區有很多的互動 所以每次完成跨縣市路線 我就交給各地的朋友 他們就致付自己的交通時速費用 那我們就帶著他們當領務人來到社區 跟社區夥伴認識 那這是我們北移花 第一次串聯市走之後的第二場叫做移花東 可能在座比較少人參與的那個最前期的 這是我們第二次應該是07年的5月 我們從花蓮的火車站一直出發騎到台東 好棒喔 也很辛苦 騎了應該是四天三夜 我忘了四天三夜五天四夜 就這樣一路騎 所以有很多那種 應該說患難的志同道合的朋友 因為我們有非常辛苦的方式 其實也不知道辛苦 現在已經是一種流行了 就是你騎腳車去旅行 不過那個時候騎腳車還沒有那麼多 讓大家看一下 我們在倡議的不是只是一個單車運動 或者走路運動 如果只是這樣的話 其實大家去參加這個捷安特的區特部啊 參加一個什麼山友會就可以 那為什麼其實步道運動也在做這個事情 那中間有什麼差異呢 其實我們就倡議一個綠色的價值 所以整個步道運動其實就是一個綠色價值的倡議 從你用走路騎單車 走路騎單車馬上 為什麼它是綠色的 為什麼沒有汙染 為什麼沒有汙染 沒有汙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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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第一 你走路騎單車的時候 它其實就是減費減碳 對不對 第一你不用耗費石油 地球的能源一定是會有中 用碗的一天 所以你的旅行不會造成石油 你的旅行不會造成二氧化碳的排放 如果大家對氣候暖化有更多的認識 就會知道 譬如說交通的廢氣排放也很暖化 就是氣體的20%的排放在台灣 所以你的旅行第一 它不會造成廢氣物 空氣的碳排放 那你看看它這樣子 大家可以從這裡 所以交通上 從這兩張照片還可以看到什麼樣的綠色夾 剛剛講交通 在地食材 果然有敘事的本色 他是美食專家 在地食材 怎麼樣看得出在地食材 野菜嗎 我們這兩天在藤枝都吃野菜 沒錯 那不能只看到什麼都說 可以怎麼吃 這怎麼可以吃 沒錯 它不是野菜 但是它是無毒的 在地的蔬食 可能是哪一個農家種的 哪個阿嬤種 他會告訴你 我自己種的 而且我可以保證它是乾淨的 沒有毒的 因為他自己種的 所以他知道這個 這個農產的履歷是什麼 就是他從 而且他的食物里程很低 就是從他的田到他的餐桌 對不對 還有嗎 食 客家庫 客家庫 那客家庫可以代表什麼樣的 綠色價值 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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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到 好 好 好 其實它可以凸顯在地特色 所以你一看到這 就會知道你到一個客家聚落 或者以客家人為主的 其實我們說 生活就是文化裡 為什麼我們到很多夜市去看 或者那個老街去看 都會覺得千天與地 都沒有 就他沒有辦法 承寫出他讀客的生活的 這個 所以就看不出他的 所以你看到這個 客家庫會不會說 哦 而且就直接講 他就不是那個塑膠布了 差一點也差很多吧 我們如果到現在常常人家 要壞你就 塑膠布對不對 那你吃了會不會覺得很不行 塑膠的同色碗 你覺得你吃完這個地方 他就不知道增加幾公斤的垃圾 而且那還是不能 不能回收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一個負責任的旅行 其實是友善環境的旅行 它是可以兼顧的 從你自己會帶你自己的 鍋碗條粉 不用到鍋 在你的書口 非要按留完 當然包包裡頭一定會有毛巾 要盥洗用具 所以你不會去一個地方 一個牙刷塞完 晚上第二天就做到桶裡去 包括他的自成 他的後續的垃圾的回收 都是會對這個地球造成汙染 還有嗎 還看到什麼綠色家庭在這裡 沒有點燈 撐一個眼睛 好 大白天 有人跟我說 這個啊 這個就是綠建築吧 算嗎 綠建築是什麼 綠建築就會節能 對不對 不會耗捨太多能源 而且 你看 他的窗戶好大 彩光很好對不對 自然光 可能也沒有電燈 你看他的建材是磚 可能有一些木頭 你使用在地的當地的食材 你去到當地人 能夠呈寫他們特色的風味餐 所以你不會有過多的食物旅程 或者碳排法 這張照片其實就在這裡 豬 豬卷 第一條 第一條的確就綠建築啊 你看彩光 不能偷工都那麼好 對不對 對 你看 而且他就是 應該說這個閒置空間在地 因為農村 鄉村的這個豬卷 第一條就已經 因為人口的老化 外移 或者物農的人變少了 所以社區有把它活用 成為一個社區的農村體驗教室 很有感覺 每一個菜 我到現在都還記得它的味道 這個草泥粉 這個桂妞 這個菜脯雞湯 後面還有一個甜點 是外籍的新民的媳婦 那阿嬤會跟你說 他的那個菜脯雞湯 那菜脯雞湯 那菜脯是去年他自己 蘿蔔盛產所以他自己曬乾 不錯 那個雞是他養大的 那這些故事呢 為什麼剛剛有說跟經濟發展有關係 大家知道幾年前有那個白海豚有沒有 國光石化要在大城邦 不是要蓋工廠嗎 蓋一個石化廠 後來當然沒有蓋城對不對 因為它有很美麗的海 這個潮間在 有很多豐富的生物 為什麼 你不能怪當地人想要引進更多的就業機會 他們會覺得我們的人都往外跑 我要年輕人留在鄉下 所以我想要 如果有人願意投資來蓋場 那就可以有幾百個幾千個工作機會 我們這個 這個沒落的漁村 農村就可以活起來 大家可以理解這種心情嗎 當然可以 可是你再深的去想 如果一個地方他去填海造地 然後蓋起一個石化廠 然後他的對岸又是脈搖的 那麼多的煙囪 現在台灣的PL2.5 有毒的氣體又這麼多 然後那個地方因為要生氣 所以蓋另外一個石化廠 然後當地的人 真的是一個永續的經濟嗎 我們可能會開始心中遲疑 但是如果這樣的煙囪工業不進去 那這些偏鄉又可以怎樣存活下來 其實這是大家要請幫忙試的 如果我們到了假日 就要到偏鄉去享受這些美麗的 山川風光 可是我又讓他們活不下去 而說你們就是要把這個地方照顧好 那好像不太公平 所以怎樣把一個 永續的 永續循環跟利用的一個在地產業 可以在這個土地上升高 而且有機會發展 所以牽股道運動其實一方面做環境守護 做文化傳承 一個也是做在地經濟的促進 這是我們很希望能夠把這些各種社會的 我們不能叫改造 我們希望能夠把這個社會的所有的資源條件 可以營造一個更有序的環境而服務 所以我們跟大眾對話的方式很簡單 就是我們希望能夠邀請更多人 有機會比較慢一點的 安靜一點的 深度一點的 來認識我們的山川地底的文社區 所以大家加入社會就會知道說 其實為什麼我們一直說慢速深度 這些事情很重要 因為這些美麗的風景呢 如果只是成為你車窗外的一個一個的定格的畫面 就像明信片這樣一排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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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就這樣過一點點過去 其實也不會有太深刻的印象 因為美麗風景走是不斷會出現 但那美麗風景會跟你有什麼關係呢 如果你曾經去走過 甚至你曾經做過 我這次特別也跟著他們再去把 藤茲的零下步道走一遍 然後我拍了一張照片 那是兩名寫的 我們有一群 不是一群 有三群志工分批反力的 有人去藤茲做過步道嗎 歷努也去 所以我可以跟各位報告 昨天在這個桃園的寶山 二集團的地方 白天好好的 到半夜 那個清門大雨下到 我都以為會有屠濕的 昨天晚上三點多的雨 好大好大好大 然後我半夜 實在被雨聲吵得不行 我就走到小路旁邊看 那個梅草 部落的路都像小河一樣 水非常急 但今天早上我去走零下步道 大家做過的那個步道 他們透血的心非常好 沒有一吋是積水的 而且呢 大部分人是穿著那個 一般的 登山鞋就走了 那我是換了雨鞋 所以那個路還是很好 所以 每一天三山進行 這些東西 如果你曾經深入的 跟他有過的交流 而且在你的心裡頭 留下的一些感動 那個記憶呢 會讓你會願意去更多的守護 所以這個也是千里步道走的路 這個就看得出來是什麼路嗎 田葛路 田葛路 這其實有個故事耶 歡迎大家去 一步道環島慢行那本書 那我先說這個故事給大家聽好了 反正今天我們又寫一個 這個是從池上走到羅山 有人去過這兩個地方的一個地方嗎 吃醬 吃醬 吃便當 吃過便當就算去過 好 這一年呢 我們是跟著那個 東華大學 因為早期我們在穿年入網的時候 東部呢 在宜蘭這一段是跟宜蘭羅東社大合作 那在花蓮呢 是跟花蓮的東華大學 那他有一個學期是環境政策研究所 那有一個老師叫蔡建福老師 那他的研究所的學生呢 每年都要做一件事 每一年的學生都要做一件事 他們要 他的課程 研究所課程就做什麼呢 他們要去探訪這個 台九線 193線到台11線 就是在花東縱谷跟海岸線靠海的 三條直線 三條主要公路 大家知道嗎 最東邊是台11 然後是193 然後是台九線 他們要再吃三條的 縱谷的 內側外側 內側外側 中央山脈的公路 去找尋 部落跟聚落 找他的故事 然後找他的在地的特色美食 找在地的奇老 找在地的故事 然後把它做成一條路線 那這個遊程叫做花東浪游 大家有聽過嗎 花東浪游 那每年在過年的前後 他們就基本上就寒假 開始過年前那段時間 他們就會舉辦五天四夜的花東浪游 全程走路 那前頭幾年半的時候 我還去參加的時候 他們是每天早上出發前呢 會讓你把身上所有的那個 廢棄物拿出來 就前一天晚上的廢棄物拿出來秤 就你要離開一個社區前 你要先秤秤看 你會不會留下什麼垃圾在人家這裡 所以每個人都要秤重量 如果你身上的垃圾太多不行 不能產生太多的廢棄物 那每一段都是用走路的 然後你到一個地方 就跟著他們一起吃在地風味前 還要先一起動手做 然後聽他們的故事 然後晚上 那這一次呢 這個路線我們去走的時候 東華的研究生幫我們找了一條路 要到羅山 大家可以搜尋一下羅山 是台灣第一個有機村 我們從這個線到外地區 要往羅山的路上呢 只有一戶人家在這個路口 然後小狗就叫 你知道在鄉下的小狗看到陌生就知道 那我們這一隊大概有二十幾個人 全部都是走路 那天離開封南社區 要往羅山走 那經過小學然後轉進去的時候 狗一直叫一直叫 只有一戶人家 就有一位太太就看出頭來 就說哇你們 你們登山隊友 健行隊友 怎麼來這邊 我們就說我們要走去那個 我們從封南走到羅山 那這個太太就說 哇你們好聰明啊 這裡最漂亮 我們這裡很漂亮 你們走到羅山 羅山也很美 然後接著他就說 不過你們走錯路囉 然後 欸 因為蔡家人都是 都是自由報名 然後大家就想 你知道 真的走路的時候 你就會很愛洗你的腳 對不對 萬一走錯兩公里 再走錯兩公里 然後再走對 一個小時腿就斷了好 所以大家就說 欸 就趕快每個人都 要找領隊 到底有沒有錯 因為這個太太說的 正正有詞 他說我住 我家來這裡二十幾年了 我告訴你 從我到我家之後 就沒有路了 你們再過去一下下 路就沒有了 所以你們走錯 要繞出去 那我也是第一次走 因為是東華大學的學生帶的 我就把學生找來問說 欸這個太太說我們走錯了 你們確定是這裡嗎 學生就說 沒問題 他們前個週末才來 再看過路 路還在的 我就很清楚 那位太太誤會了 因為在這過程裡頭 我自己去找路的時候 常常就發生這種事 譬如說我到西口 花蓮的西口 要到廣 鳳林的路上 我曾經在一個村子裡頭 至少問了五六個人 我說我要從這裡到下一個村莊 有沒有一條小路 每一個人都只同一個方向 就是台球線 那我就要不再結束 我不是要大馬路 我是要小一點的路 讓每一個人都跟我搖頭 不管是小朋友啊 老人家 男的女的 每一個人都會搖頭說 就只有那條路 可是你想一個村都帶在村上 怎麼可能只有一條路 可是他永遠都告訴你那條路 後來我有一次又在那個村 就是同一次在村 問到第五來第六個太太的時候 她騎摩車被我攔下 她就騎摩車 然後帽子掀開 看著我說你幹嘛要找小路 因為我問她說我要小路 她說你幹嘛找小路 我就在想 要怎麼介紹千里不到 要找一條 立開慶祝車啊 有美麗風光啊 然後可以把載進車 真的想要怎麼講 講的時候她又突然 她靈光一些 她說哎呀我知道 你是來考古的對不對 這是我第一次知道 原來我在做一個 那麼不時尚 那麼不是這個時代 我就是去考古的 我只好跟她解釋 所以就知道 那個時候要找一條小路 現在去找小路 會不會碰到人家覺得是在考古 老師你應該用台語跟她說 我會不會選古家路 她是原住民 她是鴨米族的 一般都是走古代古家路 好 下次改問是怎樣 好 好 寶甲路 你這是日本人 寶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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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結果好 回來說那個太太跟我說 這裡沒有路叫我們要回頭 我因為有之前那種經驗 人家誤會我是去考古的 所以我知道 這個太太她腦袋裡頭一定 也只有車子能走的路 才叫路 所以她會跟我們說 前面沒有路 既然學生說他們一定來看過路 就表示他一定有人腳可以走的路 但是我們被制約的是 如果有人問路 你一定會想到車子能走的 而不是想我的腳可以走的 或者車子可以騎著就可以 所以我就轉身跟那位太太說 既然你來 叫來這邊二三十個人 都不知道前面有路 你要不要跟我走走看 結果她下來就跟我走 我說我才沒那麼傻 我在這裡等你看 你們多久會回來 就是心灘了 會覺得你們再去你的 我 她是這樣 我在這邊等她的時候再回來 我沒有會回去 不用 當然沒有回去 因為那個路 就是走路可以走 而且沒有到那種保甲路 那麼高級的那種跨 沒有沒有到路 她只不過有一個地方 會有個高低差 你可能需要爬 那個 她是一個T田 對 只是要上一個T田 你到了另外一端出來的時候 你可能要下到那個 柯金羅山 或者三角下層 要再下一個T田 從家後面轉出來 要上上下下 對 也只不過是在 腳踏車也不能走的路就對了 車子不能走的 但是人 人 對 腳踏車也 假如如果真的要走 可能就要扛一下 人過去 好 這就是那條路上 其實還不是最美的 其實走到開靠羅山 大概一個小兩個小時的距離 有一大片山頭的梅樹園 梅 大家知道梅花嗎 很漂亮 也有聞過整片的梅樹 梅花的那個味道 我們中午就是在這樣梅樹林底下 大家各自睡午覺 看能夠幸福啊 我到現在都還記得那個 你睡在梅花樹下 然後那個花這樣一片片飄下來的感覺 有圖有證據 有圖有證據 請看千里霧照的那個書 我會要再版 好 其實這個是很簡單一個動機 就是我們相信 如果我們有機會認識 認識這個土地上發生的事情 認識這個土地上每一個東西 我們就會珍惜它了 這樣很簡單吧 所以你愛一個人跟你從來不認識它 只是靠想像 就像崇拜偶像那樣子 那是真的愛嗎 那如果你真的就是認識它 你就會非常珍惜 就是我常拿這張照片給大家看 不知道這是什麼 每年的11月頂12月初到第二年的3月 差不多是這個時候 可能就要快結束了 是五位糖廠收甘測的季節 所以如果你最近看 常常看一些新聞 就看到他們去收甘測 跟他們把糖治好了 就會治糖 那這個呢就是收甘測的汽車 那每年他們在開工 11月12月要開工的時候 他們就會辦開工典禮 去年的11月7號 他們辦了107次的開工典禮 好考考數學 那這個國營堂上有多久歷史 今年108年對不對 因為去年開了107年 107次開工典禮 那超過百年的人叫仁瑞 那超過百年的在地產業 我們應該怎麼樣 如果有一天經濟部說 這個糖的進口 就很便宜 隨便進口一包糖的成本 遠遠勝過 我們要維持一個糖廠的運作 所以要把最後的 維爾的兩個糖廠 觀場 然後轉型 讓你可以去搭什麼觀光小火車 吃冰棒 做什麼發展生機產業 你會覺得 你會不會多想一下 會想說 誒 說不定 不應該只從單純的成本的考慮 市場的成本考慮 因為一個產業已經超過百年 也許它有周邊的 無法替代的價值 跟它的產值 對不對 而不是用一包一包的 這個 二號的這個 這個 什麼叫什麼 二殺 對 來看它到底跟進口的 進口的只要一斤二十塊 這個 排糖的要三十塊 所以我們一定要把它關掉 所以你會從各種的 包括文化的資產 在地的產業 文化的傳承 高包放周邊 就算只是要看它的產值 也可以是看它周邊的經濟的產值 而不只值一包沙場的錢 所以每年呢 今年我們是沒有辦 以前 但是當地人已經自己辦 每年都會在這個火車出來的過程 也會辦追火車的活動 追火車 不是開車追火車 走路或騎單車 為什麼要追火車 欸這當然有故事對不對 聽過這種故事吧 小朋友在上火車旁邊要偷啊 欸 到底小朋友能不能追得上火車呢 就會怎麼偷得到 以前小朋友比較會跑步啊 以前火車沒有那麼快 其實火車很快的 你們知道嗎 上次欸 兩個月前 這個火車還跟一個轎車查狀 有 因為這火車會經過平交道 會經過你的後巷 很多轎車司機就是這樣 就是他以為火車還遠 那種老 一百歲的老火車 還很遠的 遠遠的趕快過去 結果人家車就來了 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很厲害的 所以 還好就是很簡單 查找沒事 我們問過這個司機員 說真的小朋友 以前他的小朋友真的會追火車 他們真的會讓人家偷拔嗎 他說其實他們也會減速的 因為小朋友很多的地方 他們去減速一下 我認識小孩在這邊減速一下 讓他們偷拔結 這樣子 然後該走的時候他們就要走 如果他還是 他是八折不放 他們就會罵小孩 說趕快 好 好 這個 也許就在糖廠旁邊的 小朋友也可以回憶一下 好 所以現在呢 如果你到虎尾去 尤其在這個 十二月到三月 你其實就可以去感受到一下 整個虎尾症 就是一個這樣一個糖 我們叫糖 甜甜 甜甜的一個糖症 所以我們就透過走路騎單車 結合載定產業 可以發展很多很多的議題 讓大家更了解這件事 其實在辦這個活動的時候 有一次 就是參加的一個中年的婦女 他在我旁邊 我們看火車經過 我漁光就看到他在掉眼淚 我想說天啊 我辦一個活動 他追我的時候 這道太累在哭 結果不是 後來我就問他說怎麼了 太累嗎 他說不是 他說因為他也是住在 那個鐵道旁邊 他讀初中的時候就上台北 那我認識 他參加活動的時候 已經五十多歲 快六十歲 他說他搬來台北 再也沒有回去 就是在那裡生活之後 他已經忘了這一幕 那天他在旁邊看火車過去的時候 他突然回到他的小時候 那個記憶 所以他突然一種香愁就湧上了 最後你知道他怎麼跟我說 他說他們老家已經沒有人住了 房子空在那裡 如果千里霧道需要 當背包客一站的話 他說他的鑰匙放在哪裡 然後我們的朋友去就可以直接拿鑰匙住 進去住 他的感動到了那種說 只要你們有經過 他可以把這樣的地方來共享 所以我也相信 如果真的在火車旁邊 跟著一起追火車 聽那些故事 有一天這些 因為經濟開發的因素 還要成為過去的時候 你會比較知道 或者會有另外的想法 也許會出來說 也許我不能只從一個經濟開發角度去看 那06年到2010年下半年 可以完成這樣一個路 所以現在你上千里霧道網 再也可以看到 我一個跨現實的路線 那我們也把這些過程 全部都努力的把它寫成文字 因為我們不可能接觸到全台灣 或者來自各地 來到台灣 認識台灣這個地方的 外國的觀光客 或本島的觀光客 所以這些書呢 大家不要浪費了 《步道社》有一套書 今天沒有人去搬上來 上禮拜是誰幫我拿上來 不是 這個是另外一套書 大家可以借書回去看 如果你想要擁有它 你就買書 你知道我在我前面櫃子的最下面 那這是我們最近的 最近的兩本書 這個跟大家會比較關心 介紹大台北十八條自然步道 就是它的這個人工的工程的量體 會低於 盡可能低於三成一下 有些步道你一去走 就完全人工了 那我們就不會介紹 至少它可能有三成 才是工程 然後有六成七成 它保持自然負面 那這個是 你先給許麥美趕回來 他直接去東奧 那如果他 他在下一堂課 他就會講課了 這個講美國阿帕拉七三進的經驗 好像上禮拜自我介紹的人 讀過這個書對不對 讀過舉手 我們記得上禮拜有介紹 好 所以 那這是今年我們出的守護地圖 看它是有人在拿 有人買的是嗎 是你買的嗎 你要講嗎 你要捐出來 你要捐出來 這個比較大 投影的比較大 那我花一點點時間講 我們每一年都會出一份 從第一年到第五年 所以這是第五份 所以我們也自己收著 以後可以翻整套了 其實整套也不多 那這一份守護地圖主要是我們十多年的地圖 1880年的台灣前後山的全圖 這是很完整的一份 中央山脈是把它留白啦 其他就是也把東部 因為東部就是後山開發的比較慢 還有領導這些全部放進來 這有整年的閱歷 不知道是朋友也許可以把它買回去 標起來掛起來 那這有從17世紀 一直到這個世紀 我們在台灣進行的 或者世界上 關於木道的重大事件 有做一個大事紀 那這裡頭呢 白色 那你也可以看到白色 是目前還可以走的 古道 巴東古古道啊 這邊也有清水古道啊 那中間有小小紅點有沒有 那是我們曾經去守舟木道 守舟木道的點 這十年來 謝謝陳明 下課大家可以 謝謝 可是好像還沒有 還沒有弄藉書的表 好 沒關係沒關係 大家先傳閱啦 那這裡有 我們在這七八年來 所做過的手作步道的點 大家如果有這個地圖回去 可以慢慢再看 我就不多說 好 好 從一一年之後呢 我們開始 剛剛講的這些都是一個倡議 一個入網不串的 那這個路線的實體化很重要 很多人在過程就問說 趙老師那天不知道在哪裡 我想去走一走 去走一走 那我們就想要把最優質的一個路線 告訴大家 不是只有帶著GPS出去 或者帶著一個缸鋁的軌跡出去 怎麼樣把實體化的千里步道 能夠展現在大家的面前 所以我們第一個示範到 這個步道社已經去過很多次 去過兩次了嗎 三次 不只 看看這學習 如果沒機會去下學習 或者大家自由聯絡的時候可以去走 這個是在宜蘭風山鄉的太陽八寶村 你們做什麼呢 我們想要找一個不是太長的路線 然後大家去到那裡可以感受 千里步道的這個綠色的價值 如果在步道上呈現 在實體的道路上呈現會是什麼 所以有幾個 我們想要營造 第一個呢 營造一個生態多養性 或者說生物多養性 那很重要就是要有樹 所以我常說這個 中國的文字很很很傳神 人靠在樹旁邊是什麼字啊 人要修 修怎麼寫啊 樹旁邊對不對 好 營造一個生物多樣性 或者一個更生態的一個環境 樹是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那台灣的本土的樹種 非常非常多對植物的了解 我們是不是可以在我們的環境裡頭 就可以落實 所以增加這個樹硬的硬 然後除了人的舒適可以休息之外 也有很多很多物種可以帶來 所以這個學習我們也試著 譬如說在永和的仁愛公園 想要讓仁愛公園更生態更生態更 第二個呢就降低車速 剛剛講的環島路 就是要避開汽車嘛 對外面有人可以請他們來 那所以如果是在我們自己住家旁邊的 這樣的小路 如果車子還是飛來飛去 那太可惜了 所以有沒有可能透過千里步道示範區 我們讓這個外來的車輛不要進入 或者呢進入的車輛 就算是自己當地的車輛也可以減速 是車尊重人 車讓人或人讓車 至少在我們住家的附近 有沒有可能做到這樣 另外呢就是增加透水性 而不是像台北為什麼夏天馬上夏天要到了 為什麼台北特別熱 而且比屏風還熱 台北的晚上 屏風晚上熱熱 郭遊路還有呢 冷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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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說水泥重溫對不對 每一個都是硬體 吸熱很難散熱 好冷氣人口很多 綠素很少 綠地面積很少 就是說這個風的流通的這個通道 常常會被阻隔 也就是說營造一個友善的人習環境 當然也包括光害 所以剛剛報了一項書來 就是要閱讀光害這件事 光害到底會造成人 或者動植物什麼影響 所以我們就試著在這個地方 想要做這件事 這位置在這裡 你們可以問我們步道社的前社長 跟資深幹部門都知道這裡 從座火車到東山火車站下來 然後這條路線 這個地方 藍色這一段 千里步道的氛化路線 那這裡其實也有一路往這個 梅花湖的路線 這個東山火車站就可以出來 我們做什麼呢 其實很簡單 就是增加樹液 減少光害 外車不要進入 這樣很簡單 好 增加綠樹 綠樹要中在哪裡 閃那邊 這樣就沒有辦法 人靠在樹旁邊 所以我們就想像 如果這個農路一直鋪到兩側的這個水泥 或者柏油的路面上 有沒有可能把路浮摩下來 所以那時候就想著 如果可以有一些緩衝的綠帶 甚至刨掉一些水 也讓樹種上來 你在這邊騎單車走路散步的時候 是不是會更綠更舒服一點 就是做這件事 這是示意圖 把這兩側 把碰碰綠帶 跟棕樹 把這段路 分別是這樣的段路 然後呢 光害要怎麼解決 也許十一夜以後就不要亮吧 一農村啊 十一夜就比較少人走了 或者呢 你過去的時候 他可以感應一下 三分鐘後他就可以洗掉了 有各種方法可以做這件事 所以我們就跟社區做拜訪 就想說關掉的燈啊 你就可以看到美麗的星星 好像在寫那個小說對不對 在燈一看 然後做一個模擬圖 這是現況 模擬這樣 模擬這旁邊有個石燈 你還是可以散步 還是可以照你道路 但是不會影響 會有炫光的效果 這個是完成之後的黃昏 這個是完成之後的夜晚 你們去農村住一晚的話 會不會希望晚上還像在熱滑夜市這樣子 人生雜踏 會不會 你要想要享受一下農村的夜晚 這件事呢我們工程花了一年 就是把水泥打掉 把樹種上去啊 路燈啊 一直到完工點裡 大概花了一年 那一年之前就是做 社區的溝通跟對話跟遊說 我們去找宜蘭縣政府談這件事 因為我們就算再有理想 就算我們宣教士 我們能不能拿著鋤頭就說 嘿 我們明天就一起去把這個路 一公尺寬冷水泊油刨掉 可以嗎 我們可以做這件事嗎 我們也許做得到 但我不能這樣做對不對 所以我們一定要透過一定的行政程序 所以你們會想如果你要做這件事 你要先去找誰 宜蘭縣政府東山鄉公所 或者當地的禮長 或者社區辦理協會 或者是市議員 你可以想到的人 你都要去拜託他 甚至宜蘭的立保員 跟他講說你想做這件事 看他知不知辭 所有的民意代表都說 不然這件事很好啊 宜蘭是這個 環保農業大限 只有一個條件 只有一個條件 就是當地的人 不反對 都支持就可以了 對嗎 這樣也合理 那如果你要得到當地人支持 那你要怎麼證明他的支持 主動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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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呢 有些人應該是縣長大人說 沒問題了 當地人都說OK了 我不可以 可以請你們 把路變小 然後可以重數了 我們要拿什麼去告訴縣長會 沒問題了 他們去動工的時候 不會有人拉百步 然後說 為什麼把我這樣的路變小啊 這個是有曲折的過程 基本上就是要有同意書 說我同意你們 我們加入你們 那為了要讓他們願意同意 那你要怎麼辦 不斷去拜訪他們 跟他們說明啊 然後 各種 你可以想到的各種場合 你都可以做 去他家跟他聊天啊 喝茶 然後三五十的就問說 你們最近怎麼樣啊 農作怎麼樣啊 誰家娶太太啊 誰家幹嘛 或者開公廳會 開說明會 去縣長辦公室討論 各種 不斷的來 來做這件事 我花了一年半的時間 那裡有三三五農家 一年半 三四三五 才把他 我們非常確定 如果縣政府來做這件事 不會有人出來抗議 才搞定 我常常在想 一條1.3公里的路 我們只是要把它變得更優 就算是我們自己 主觀地認為更優 我們都需要去得到 三十三戶農家的同意 可是呢 我們常常在一個很美麗的地方 我們要去開一條大馬路 我們不用他們同意喔 甚至可以 直接徵收 甚至沒有住戶 我們也可以直接砸錢說 我就是要開 就算有人反對 也不關你 大家也知道台灣 是會有一個很奇怪的形象 那我想這個例子 就是在花蓮 也是千里步道的一個路 剛剛看到這個崇德的海邊有沒有 他晚上一走一點 是到七星台的海邊 大家去過七星台嗎 七星台呢 去年到今年 他們要做一件事 從193線道的0K到8K 這8公里 他要用9億 把現在的6米寬的193線道 變成20米寬 你們可以想像這件事嗎 我們在這裡要把1.3公里 只是要讓樹多一點 讓光害少一點 讓車子不要太快的開始賣 我們花一年 他們要求我們去游水 所以我們花一年半 那193線道 8公里他要打9億 去做將近三倍的拓寬 不需要任何的同意 而且他們就已經匡了經費了 這是他的這個很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但是那件事情是真的 你說哇台灣真的很有錢耶 八國旅路可以打9億去做電視 所以這件事還在立法院在努力中 那去年底我們在立法院結束前做了一件事 就是暫時凍結了三分之一公里總局的預算 讓他們去提出一個說明 就是為什麼 如何完整這個行政程序 在你進行一個道路工程前面 要先完成的程序 而不是先匡列一筆經費 經費下來就直接去做 大家可能不相信 公路總局一年有三十億 是在前年編列的時候 是不用體計畫 就先保障三十億 那將來最先是政府 有什麼道路工程的時候 可以去申請這樣 那這個當然我們希望 新的政府或新的國會上 可以更有力的監督這件事情 也會爭取 所以你們知道 在串聯步道路網的時候 你會遇到各式 步道運動絕對不是一個浪漫的 有趣好玩健身的運動 如果你真的想保留一個美景 你會碰到很多很多 你從來都想過的事 包括我們這一系列步道學 大家很快就會上步道奇觀 啊 會想哇 那麼美的山 為什麼會有一個奇管 不要說奇管 奇觀啊 那這是怎麼發生的 其實都會有背後他的這個 運作的一些機制需要去調整 那這些都是需要用我們敏銳的眼光 去洞悉這些事 好 終於一年半的對話 一年的施工 如果現在大家可以看到這樣的畫面 大家你們知不知道 跑掉這個水泥把樹種上去 然後把燈這樣拉起來 要花多少錢 工程 其實相對於酒液實在很少 不過我是要告訴大家 水泥還是實在是很討厭的東西 沒有啦 沒有啦 但我本來以為一兩百萬就可以打住 結果他後來花了大概450萬 還是很貴對不對 所以不要隨便鋪水泥 我也不能這樣講 所以現在很多人跟我說 那個步道很醜啊 都是水泥 要不要把它打掉 我都會想說 等到壞人再說好吧 我說好 我的作業沒有把它打掉 所以要做的時候要審慎 所以我們的那個訴求叫做 待會兒會講 水泥步道零成長 自然步道零屬實 其實也不只是 包括水泥海岸零成長 自然海岸零屬實 所有的地方都是這樣 我們用的太過量的水泥 台灣的人均使用水泥量 是全世界的 我忘了是兩倍還是四倍 是很高的 台灣人超愛水泥 包括頭腦也別人都會快變水 好這是現在的畫面 常常不定時 我們就會帶一些朋友去看看 那你的現況 沒時間看 沒時間看 沒時間在看 那第二條示範道就比較長了 在山友水庫跟海江回家公園 如果大家有興趣 改天我們也可以一起去 每年的五月一號 他會從這個台江 一直騎一車 騎到烏山頭水庫 去經驗這個八田雨衣 因為烏山頭水庫 是搬免雨衣 在加拿大軍 這個是一個世界遺產的一個 想要登陸的一個 台灣的一個歷史的古蹟吧 但現在還在用 45公里 那這是我們 一段一段的 跟在地的夥伴 這是我們第一年的手錄地圖 然後送給賴市長 這是小野老師 然後就在古厝前面 說三海俊俊道的運動 那每一段打通 就是專攻走路跟騎單車的路幅打通的時候 就在旁邊種樹 尤其是南部一定要種樹 要不然夏天騎車會熱壞了 所以我們就 虎爺虎爺區是什麼 就是他們 因為在台鄉這裡很多 在地的宗教信仰 用信仰圈來當作 植樹的認仰圈 虎爺在這區 種的樹也要繼續照顧 那耀心老在這裡 我們那時候也去幫忙 做了一段手作步道 在這個山海俊俊道裡頭 所以你現在去可以看到這樣的一個 簡單的指示牌 所以寫著 台南山海俊俊道 我們一起加南山海俊 就在加南山海添水大海的兩側 從台江一直到 那個 開始 那個 台灣歷史國務院 這20公里的南北側 好 那 第二個我們做的重要的工作 所以我除了從2010年 2011年 串聯羅網完成之後 我剛剛說 我們要把那個步道的實體化 足部的 這樣子 讓更多人也見為平 所以一個就做示範區 第二個呢 就實際 步道一定會經過都市 所以在都市或農村 我們就做倡議人行道 自行車道 示範道 那包括剛剛山海就綠道 然後結合這個堤防啊 堤岸啊 那在嬌山的部分呢 我們就用 呃 就是各位這次會 用八週課來慢慢上的這個步道學 包括交代步道守護 那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並沒有一套 完整的步道學課程 這兩年開始 這三年 那之前呢 我們做一日型的步道守護行動 包括從最早的 步道調查的這個培令 就教你怎麼用GPS 怎麼樣用手機的軟體 去做鋪面調查 然後去把軌跡紀錄 那到這個 跟企業跟團體合作 一日的志工服務 以前不是都去刷廁所嗎 啊 浸山啊 浸潭啊 也有很多團體 試著 用他的勞印 用他的汗水呢 來 懲戒一段 守護護島 要避免呢 更多的水泥會上山 這是我們在這過程裡頭 後來我回顧 其實剛開始的時候 真的是比較多這種 跨國的 像Discovery 然後呢 就 嗯 剛剛跨國的這樣的銀行 外商 他們比較多 會用比較新的 藏著新的方式來回饋這個土地 那當然這幾年下來就更多 包括像 浮輪社啊 還有中小學啊 大學等等 那手作護道天使 你已經做過的舉手 好 我三分之一人做過 那這個護道學課程呢 我們在五月二十一跟五月二十八 會在景美山有 這個是台北市文山社大的護道學課程會去實作 那我們的同學呢 參加護學二學的護學 護照社同學 二十一跟二十八 各選一次 任選一次就可以 那如果你兩次都想去 那當然也很好 那至少選一次 護照學的課程 那我們就可以去體驗一下 我們就在我們自己的郊山 就可以做一段手作護照 從 不過因為景美山這個比較都市 所以檀草除草機會已經比較少了 因為只到比較山裡頭就會去 從檀草除草整地 到我們把這個 這個將來護照學課程就會講 我就都會講 那這也是我們在二十一年之後 花了很多力氣在做的工作 那今年會有很多 在不管 是這禮拜嗎 在在東越 是不是有一場工作假期 還有名額嗎 因為不曉得沒有名額 如果有人想去體驗 我們這個週五六日在 南澳鄉的東越部落 有的工作假期 不過要三天兩夜 大家回去可以看 簽證到的演出 所以我們從二零一二年開始 就提出了一個這樣的概念 這一年我們跟十幾個 AGO的環境團體 環境研究團體 共同提出了一個反思 就是要做國土保育 可是我們的國土 卻是水泥國土 所以大家就提出了一個水泥林成長 像吳勝老師也希望在今年也可以開始推這個 破除水泥 不管是有形無形 那他要做的破除水泥 可能會從公園跟校園做起 比如說公園跟校園應該是最生態的 更多土 土 土壤而不是水 可是看我們校園 不是 PU跑道 就是不上水泥的 或者石板的這個停車場 或者什麼 可能會從校園或者公園裡頭來著手 這就是我們從12年的水泥步道林成長 到我們開始發起雙北的步道鋪面調查 大家知道雙北的 雙北就是台北市跟西北市 他們造策略館 就公部門造策略館274條步道 那我們大概花兩年時間 請這個步道調查制度 每一條每一條都去走過 然後把它記錄起來 然後把它登附上去 所以才會剛剛得出那個 介紹大家18條那個工程比例 在30以下的資產資料 就是從那個調查開始 那我們就看 我們就看一段影片 然後我們就休息 就把步道日講完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開始倡議台灣步道日 就在六月的第一個禮拜六日 所以今年是第三年 第三屆步道日 也就是我們的社團 第二個戶外課程 要去的就是淡藍的會時 就在今年 這步道日的 我們為了步道日 然後拍了一個影片 好像 秋生也許看過 這裡沒有網路 等一下如果沒有網路 沒有網路對不對 大家回去看好了 我們有拍一段 我們下課的課不再一次嗎 我再放給大家看 我們大概在第一屆的步道日的時候 就拍了一個影片 那今年是第三年 待會下課我們可以上網之後 再把步道日的網站 跟帶來的那個會師的 當然會是網站沒有 步道日的網站 這個第一屆的步道日影片 再播給大家看 那我們先講到這裡 大家很辛苦 再講後半段 好 謝謝大家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繼續上課 那個 叫一下明千 我們的另外一個老師來 大家先講兩句話好了 不用講話 不要 大家好 那下禮拜真的跟他講很多嘛 所以今天耀心老師跟明千老師到 好 那今天有三位助教 大家剛剛有看到 我們請那個大師姐 助教大師姐 大師姐 好 大家跟大家互相講話一下 她是學姐啦 勉勵大家一下 勉勵啊 今天很多人因為第一次沒來 就問說 步道日跟步道學到底是什麼關係 所以我特別可以講一下 叫妳先 說步道學的師姐 是不是這樣 我是17的師姐 學姐 學姐 大家好 我是麗龍 其實 其實我是 我很之前 那 真心要我來 鼓勵大家 我覺得有一個用 因為我是 我應該是 整個步道 步道夥伴裡面 我是最低卡 因為我是最低卡 如果我做得到 你們一定做得很大 對 我平常就是 就是兩個叛逆 及小台的媽媽 然後呢 就是 也算是還蠻認真的家庭 然後我的工作 是徒師館熟 對 所以呢 其實我對於山裡是很陌生的 因為我家住在那個 最近很熱 曾文西出海口的地方 那從小呢 其實山離我還蠻遠的 那一直到 來到台北 其實我對山 還是很陌生 那 平常就是 只是現在 因為被小孩子 那個五密嘛 那心情不好 這一堂 我就只能 我住在中和 所以我就只能 騎著車 然後到三角下 然後 可能爬爬圓通室 然後爬爬 然後再遠一點 就爬爬那個土城的 沉天蠶式 就是只是這樣 我最三的接觸 就只是這樣 然後 後來就 反正就是 有一天我就收到 千里步道的一個Mail 不知道他為什麼 寄一封Mail給我 然後就是步道學的招生 我就說 欸 我那一陣子 剛好都會走的家 所以還蠻好的 然後我就看到他們的照片 然後每個人就戴著那個工程帽 然後在這個山林裡面呢 就是 維修一個步道 所以說 喔 我就很吸引我 然後我就希望 我成為裡面的一個 就是我希望 成為裡面的一員就對了 因為我也要做 我也要成為一個 帶著工程嘛 然後在那邊做步道的人就對了 所以呢 那一封信就課程 然後我就報名了 然後的報名之後 我就發覺說 喔 每一週 都要來這邊做 三小時上課 那也還好 因為我本來就是坐得住的人 然後但是重點就是 剛剛大家有一次聽到 就是要寫作業 我剛剛一進來就說 要寫作業 要寫作業 可是 我覺得 就上完課之後 我就聽過 你會覺得老師講的 都很有道理 很有意思 可是回去之後 像我 我的話我回去之後 如果我 我自己對作業的感覺就是 如果沒有寫作業的話呢 我可能就是 又是家庭主婦 就去做家事了 我就不會再去 思考這件事情 可是因為有寫作業 每一次老師課後 都會出一個小作業 然後為了要 為了要完成那個作業呢 就會自己去思考 然後去自己去找資料 然後完成那個作業 所以我覺得那個過程真的 深化很多 不然就只是蘋果而已 對 好 所以呢 我就 而且呢 我要報告就是 我是那一次步道學的全勤生喔 就是我沒有缺 我沒有缺 缺過一堂課 對 然後呢 作業也都有完成 對 然後所以我又領回保健金 所以你們也要每個人都要領回保健金 對 然後之後就 基礎課程參加之後 我就又開始 參加就是食物課程 對 然後就開始參加 各個工作假期 只要是時間允許 我就去做 然後 就是對我來講 其實 我沒有很專業 就是只要有時間 然後 我就是去做 然後就可以完成那件事 其實我現在每天 就是工作之語 只要是有假期 我幾乎通通都擺在 這個千里夫道的網上裡面 對啊 然後也 也從中得到很多 因為 就那個過程當中 我就覺得 就是老師們 就是不斷 還有前輩們 就是不斷的給 不斷的給 真的 就那個過程 我就會覺得很享受 而且跟著千里夫道 才讓我 這個對三菱很陌生的人 就走進台灣的山林裡面 然後 我上次也有參加 是前一次的嘉明湖 到夏陽去做的那一次 我第一次爬到 所謂的三千公尺的高山 我才知道 我們台灣真美 現在我都不大想要到國外去 我就覺得 我如果要有時間 就是讓我上台灣的山林 我就很滿足了 對 好 不知道現在有沒有鼓勵到大家 但是有沒有 我覺得你們好棒 一個小時還要 所以我跟大家說 我再補充一下那個 步道學跟步道社 就是上個堂課獎 那因為步道社有18週 那我們其中的12週 其實只有前八週的那個 室內課是結合的 所以 歡迎大家加入步道行動教室 成為這個社團的夥伴之一 剛剛秀金已經歡迎大家 還有堅強的幹部群 那步道學呢 是這個學習跟步道社一起合作的課程 所以步道學課程會另外收500塊的保證金 剛剛秀樓說他是全勤 那我們現在只要六次就可以了 好 然後再加一個戶外 那我倒是想加碼 就是如果你全勤的話 我們會送你一本書 就是那個 到農於村住一晚的 千里步道的好書 就是如果你有為一者一如是說 好我也要全勤 就今天第一堂課吧 然後兩次戶外課裡頭 你至少去一次 全勤應該去兩次吧 那應該去兩次 一本書還是很值錢 光泰是那個節電小組的書 那是送的 那我是說會再 全勤的話會再另外送一本書 這樣好不好 就是鼓勵大家 好 OK 那 大家有沒有問題要問 剛剛上一段 各種招逼買碼跟課程內容 都OK了齁 那我們就繼續把今天的 第一個基礎課程的內容 其實我 對對對 我要先說一下今天的作業題目 這個是先限題 不是先限題 帶著一個問題意識去 因為已經聽了半場了 所以你聽聽看 看這個題目難不難 不難的話 也許下課你還可以去找 事成跟提議說 那我也來加入好了 原來 題目那麼簡單 題目很簡單 就是我今天會講很多 氣力步道在過去的十年 以及現在正在做的事 就是說這些工作項目 各種步道運動的推動工作項目裡頭 你對於哪一項工作 你對於哪一項工作 你覺得最有興趣 你覺得最有意思的 接下來 我剛剛已經講了一半了 你看 有 路網串聯 有示範道 還有這個社區的溝通遊說 你還記得嗎 我接下來會講一些 那待會結束以後 你就回家 剛剛蜜羅說 去想一下 就對於這些工作 你覺得哪一項 那個推動的工作 你覺得最有意思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為什麼 你要告訴我為什麼 你不會說 我對這個遊戲覺得有趣 你說要為什麼 第三個就是說 那你覺得這個工作 對台灣的社會 是不是有產生 或者會不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就這三個問題 很簡單吧 可能你心裡頭已經有答案了 第三個問題回家想一想就好 這是今天的題目 那我要繼續把今天的簡報講完 然後大家就可以帶著問題想 就像那個小女孩在路上撿石頭一樣 要撿哪一個石頭呢 大家心裡想 那我們在路網串聯完成之後 還做了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一直到現在 我們都還做 就是我們想透過路網串聯 讓更多人到農民山村裡頭 尤其是一些偏鄉的地方去認識那裡 所以我剛開始就花了比較多時間 講這個綠色的價值 尤其是綠色的旅遊 他可以促進在地的資金產業 所以 所以步道社裡頭過去 我們已經14個人 那每一個學期末都會有一個小旅行 兩天一夜的小旅行 那基本上都會這樣的概念 就是我們的旅行也創造在地的經濟產業 而且去到一個 不是一個那種套裝遊城的觀光景點 而是比較小眾的 可能你自己去的話 你不會想到可以去的地方 所以剛剛才說可以加入這個 這個敘事的那個期末兩天一夜 其實我們這個期末是要到太平嗎 對 對 我會講一下 我當地推薦的地方 太平在哪裡 其實我們持續推動這個到農漁村住一晚 或者到偏鄉去住一晚 譬如說我們到農漁村住一晚 我輸一樓介紹喉洞 我們是步驟社之前也去過那個地方 但是絕對不是只是去看 喉洞的貓村 喉洞的貓村誰都自己會去 但是去喉洞看貓之外的遊城呢 其實有很多很好玩的 所以包括我們 這是一個美鳳的國務園區 去過的舉手 沒有全部去過 所以如果大家記得到農漁村住一晚 那本書也可以看看 那裡就介紹 你怎麼樣認識一個偏鄉 譬如說這裡有我們的基隆河的上游 這是以前的運煤橋的這個 現在的吉關橋 那裡很重要的一條柴遙路 這樣子看 大家有坐火車經過吧 一直到往宜蘭都會經過 從瑞芳下一站喉洞 然後再下來呢 三郊裡 然後呢 就分巷了對不對 牡丹雙溪 就一路下去 所以呢 我們要去的太平 期末去的旅行太平 也是一個 就在雙溪的西南角的一個地方 所以你去到一個地方 如果你可以深入在地的話 譬如說 喉洞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帶來古道系統 路網裡頭的一個節點 譬如說這裡有金字飛古道啊 大廚跟小廚跟古道 厚王古道 很多古道在這裡 光是走 來參加古道的人 一定最喜歡走古道 對不對 到喉洞你就一定要去古道走走 如果你是在火車站旁邊吃碗麵啊 看隻貓啊 然後 就太可惜了 這個是我們在步道上 然後你當然要去看看當地的文史 因為它是個媒體 它是瑞山媒創的這個場子所在 它曾經有過哪些故事 你從火車站走到對街 可能50公尺而已 就可以看到那個院景館 就會介紹那裡的歷史 所以去到那裡一定要慢速走路 所以我們也透過這幾年一邊串聯路網 就一邊跟社區結合 所以像如果你去到那裡 我們社區的據點是什麼呢 在舊的侯洞國小 應該是侯洞國小的舊校區 那裡有這個農民組合的協會 農民組合協會 是一個倡飲小農的協會 它的發起人是羊母們 大家聽過這個名字嗎 很多市集 那他們就在活動有一個據點 把一個廢校做有心的耕作 然後做手作的這個工作法 所以如果我們去到那裡 我們就會去到那邊 也幫在地做更名的年輕人加油打氣 所以你去到活動不會只是 再說幾次 不會只是跟著貓跑來跑去 你會去認識那邊的過去 現在也知道未來他們正在做什麼 就是剛剛講的 這裡有很綿密的火車 這個是往平溪 這是往 平的 平台 雙溪的 有人統計過 這裡頭 你在那邊待不到十分鐘 大概八分多 就會看到一班火車 就會經過南上或北下 在客的在貨的在煤的在什麼 所以你要看台田的各種列車 在這裡都可以看到 很有趣 所以很多田道民會在這裡守候 那去這個台田 我也先用幾張照片給大家 用館大家一下 這是我們期末的旅行 這個是杜船頭 那你的一個洋樓式的這個老的建築 很漂亮對不對 說他們以前蓋的時候是多麼富有吧 以前在派平市有 在雙溪 他們就有電影院啊 有放了這個市集 那我們要去派平補正裡頭 他是從雙溪再往西南角 往灣潭古道的這個方向 沿途有很多漂亮土地公廟 他也是北市溪的最上游最上游的源頭 他是一個自然保護區 北市溪的集水區保護區 最上游的這個地方 事實上整個雙溪的行政區 在比較靠東的 他的水就是平溪、雙溪 這個河是往太平洋流 那這邊的水是往台灣海洋 就往台北、雙北這邊流 所以他是兩個水溪在這裡做分流 這個大家看知道這是什麼嗎 保溫 對 一看就知道竹子做 這有竹節對不對 竹子 竹子 那個 因為很多人就要去寡規 去摸得很光亮對不對 這在當地的一個宗教信仰的 壽山宮的一個 對 你可以去摸摸看它 非常的輕巧 但沒有特色 不是一般的那種 七紅色的那個木頭而已 竹子做 這樣子漂亮的水 這個在期末的時候 虛世會帶大家去 這個是我們做的另外一個生態旅遊 正在發生 而且有很多很多點 包括說我過去這兩邊去的地方 為什麼要去藤枝呢 其實重點不是要去藤枝生理遊樂區 而是進生理遊樂區前 而且呢有一個叫做二級團 就是高雄市桃園區寶山 哪知道 入寶山 或者空手而過那個寶山 那 因為藤枝生理遊樂區已經封了很久 因為它整個那個 那個山坡 就是滑落 而且不斷的崩塌 所以其實連壞道路已經中斷了 那千里步道跟屏東民館處 在兩年前就合作 不走車道 因為車道已經不斷的滑落 所以我們繞到後面 刪著林線後面 去做一條守舟比較近園區 那他們就在想 有沒有可能透過這個林下步道 這個1.5米的連接 可以把二級團 就寶山這裡的社區的發展 跟藤枝的開源 而且它開源可能限量 比如說一百個人兩百人 做一些結合 可以把社區的經濟 小民經濟帶起來 主要是討論這個事情 好 這個都是偏鄉 或者說濃於山村園 像客家的這些小旅行 來帶動社區發展的一個工作 另外我們在都市 都市的台北 去年我們做了一個 都市生態陸網的一個串聯計畫 剛剛講的是全台灣的一個陸網 其實在大台北 在一個台北盆地 我們其實也可以做 這樣的陸網串聯 大家可以想像是縮小版的嗎 環島的陸網 那我們現在縮小在台北盆地 那邊盆地陸網怎麼串聯 剛剛說的一定要保障走路跟騎單車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台北市是一個得天獨厚的一個守屋 非常非常多綠地 因為我們是一個盆地陸 旁邊都是嬌山 你隨便這樣轉一圈 如果不是被高樓蓋住 你就會看到那個綠色的天際線 所以喜翔大哥在帶這個台北天際線的走路 哇那個真的很精彩 我去走過兩次 我都覺得很棒 走天際線 好 估計有這個礁箱有綠地 還有河流 還有哪些河流 以我們最近是什麼 新燕溪 新燕溪的上游呢 北市前來河流 南市西 還有呢 南市北市 好 然後 金美溪也會會進來對不對 那新燕溪再往下會跟哪個溪會流呢 大海溪 這裡就有看到對不對 大海溪 然後接下來還會有 基隆河會流 然後就又變淡水流出來 所以整個盆地也有很多河川 所以我們就在共享一件事情 當然我們可以到礁山裡頭去享受 就像剛剛令我說 他去這個沉淀財寺啊 HELLO的呀 我們往礁山走 但我們自己居住的地方 我們隨時隨地出門就會遇到的地方 我們可以做什麼呢 我們如果可以把這些綠點找出來 把綠點跟綠點之間把它串起來 用什麼東西串起來呢 那不是一條線 是一條線性的步道 或自行車道 而且這步道跟自行車道 旁邊是重了 哇 很暴盛的原生樹種 然後我們可以保障 總路跟其他車人的不全在都市裡頭 這是不是一些很好的事 所以我們在去年呢 跟台北市這 應該是環保署 跟台北市的十二所設大 最後我們邀請可比市長進來 從綠點的調查 一個點 然後把這個綠道串起來 經過哪裡 很多點可以接在一起啊 你要怎麼串呢 最好能夠經過社區裡頭 有故事的地方 也許有個小土地公廟啊 有個老樹啊 有古宅啊 或者有個奇特的店啊 或者有個美食餐廳 好 或者有一個在地的一個遺址 就把點著點之間 用一個有故事的綠道把它串起來 然後大家常常去走它 而且保護它 這個是我們大台北 如果你俯瞰它 你看旁邊都是山 但是呢 在過去 我們這樣一塊一塊的綠地 比較像孤島 這裡有大家森林公園 有周圳天 然後有蠶廚山 這是我們新練習 我們這個蠶廚山的南邊 在新練習這裡 南島山也好 這些都是仿佛是城市裡頭的生態孤島 所以六網串聯呢 我們去年用一年時間來做 就希望把這些生態孤島可以 透過線把它結合在一起 它的概念其實很簡單 就這個一個一個的綠島 綠點中間如果可以有小的 小綠點 然後這些綠點跟綠點又可以蔓延一些 往上往下往東往西 它串聯方式可能就是 譬如說像校園啊 也是一個綠點 校園很多綠樹 或者社區公園 或者哪怕是人心道 旁邊只要我們把它樹中起來 兩個綠大綠點之間 透過小綠點的串聯 我們就可以變成一個 一個帶狀 所以你可以想像 如果這裡的松鼠要跑到這裡去 找它的 女朋友 好 今天是白色情人節 好 好 這個表哥要去找表妹好了 它怎麼過去啊 不是飛鼠 只是松鼠要怎麼過去 但是中間如果有一些小綠點 就跳過去跳過去 從南到北它就可以把它結在一起 這個這樣的一個構想 其實不是只有我們在台北市的要推行 在荷蘭 它從1990年代就開始做這個事 它們花30年的時間 用國家的尺度 透過包括高速公路 連外道 它路旁的這個緩衝帶 綠碟都把它建置起來 讓這個生物的多樣性 可以除式斷點 而是一個帶狀 所以我們說 這個計畫叫做 讓綠碟更綠碟 所以去年我們做 九二月的時候有的成果發表會 在台北市政府 我們就把這樣的一個地圖 我們在 這不是一個平面 所以大家可以上網去搜尋 我們就有一個動態的一個共比系統 叫我們是跟這個 Open Stream 開放街區的地圖的共比 跟十二所社大合作 讓他們的志工去調查 譬如說十二個行政區 台北市十二個行政區 各有哪些綠碟 綠碟跟綠碟之間怎麼走 譬如說像丹恩社大 他去透過水菌來串聯 然後去到一些很有特色的點去 譬如說南港、新一、社大 不同的區域就做這個事 那最後呢 我們就請柯市長一起來 跟我們共襄盛舉 大家有沒有覺得很好奇 為什麼柯P市長 旁邊有那麼多奇怪的動物啊 我們在做綠碟串聯 為什麼跟動物有關 他們有生存空間 他們有食物 有生存空間 我剛剛說荷蘭 他們在1897年 好像還記錄到城市的周邊 有野狼的蹤跡 但後來就沒有記錄了 但是在前年 他們就發現了野狼的蹤跡 在城市的外圍 就是那個生態又回來了 所以你知道在我想一下 在台北的木柵 新店烏來這一代 有石虎的紀錄 我如果沒有記錯 好像是1986年前 是因為那個數字 好像1986年之前 在台北的嬌山都還發現石虎 這就是石虎的人肉 在台北盆地喔 石虎 石虎就是那個山貓 現在最多在哪裡 苗栗啊 吉吉啊 南投 以前台北也是有 這個是什麼呢 樹蛙 南北樹蛙 然後這個呢 穿山甲 如果我們到淡蘭古道系統上去走路 有時候會看到一些什麼 穿的洞對不對 像這幾片在那個藤枝 哇 有整片都被那個山豬倒毀的那個田 那個吃 剩下那個竹筍皮還在散落在一地 其實在這個土地上 並不是只有人類在這裡生存 現在很多動物 跟我們共同享有這裡 營造一個生物多要性的環境 我們對土地越有上 我們的環境就會越永續 所以為什麼會有很多所謂生物指標 哪一種物種它如果你看得到它 表示這個水乾淨 哪一種物種如果消失了 譬如說蜜蜂如果消失了 那你就知道人類的文明 可能也要慢慢走向一個毀滅的方向 所以我們在去年就 把初步的成果 那也跟 希望跟台北市有更多合作 因為以台北首戰之都如果我們在城市裡頭就可以做這次 所以像今年最近我們又跟 因為台中也有一群朋友也希望做這事 台中已經變成一個大台中的直轄式 台中其實已經過度開發了 二三十年前它是一個很棒的地方 那現在空污也很嚴重 那怎麼樣把台中的這個生態濾網也建置起來 當地有一些朋友已經開始在想 所以這會逐漸的跟許多夥伴們一起來努力 那為了這個東西呢 我們也拍了一個短片 不過你看不到 大家上千步道網站看好了 有一個預約2050年可以更綠的一個環境 如果我們現在沒有辦法開始做的話 2050我們就會面對一個另外一個生態浩劫的一個 綠點市的影片 大家可以自己回家看 所以當我說的這個 Open Streaming的這個開放街區的地圖呢 我們就透過跟台北市的社大合作 然後在這個地圖上來呈現 這是做截圖 不過大家不能連線 所以大家回去再慢慢看 就先把綠點做出來 然後把點跟點也放進來 那包括我們還把柯P去年一直在做的什麼 事例農業的點 學校綠地跟得都放進來 然後最後呢就把它成為一個 初目的一個綠網 但是後續要怎麼做 還需要更多人一起來 來協力 包括永和社大在這四年一直在推生態雙和月季 大家知道嗎 永和社大來做這個事 就想在永和 永和幾乎是不可能的 可是還是有一群 永和社大能傻的人 在永和要做什麼 要把民進向道街區做出來 就是在永和也可以有人行道 保障走路跟騎單車的路府 大家覺得可能嗎 怎麼可能對不對 好我們已經努力了三年 這個應該比東線更遙遠 西北市政府的交通局就說了 只要沿途的居民不反對 我就來劃人行道 然後有時候 那永和社大你去挨家挨戶去問卷 然後得到他們同意 我們就來劃人行道 我們也試著做 我們有一次辦說明會 哇在場人都同意 就第二場辦說明會的時候 反對人聽到公聲 所以第二場反對人 全部都出現了 所以第一場就全部在 第二場就全部反對 這個路還很長 所以我包括說那個 折合路二四三巷 跟從這個就 相防隊出去的這個巷子 有沒有可能做配對雙洗 配對單洗然後畫 因為巷子都很窄 然後只要做雙向道 所以就不會有人可以走路的 連綠色那個八十公分都畫不出來 但如果可以做配對單洗 也許就可以 或者限制部分 可以不要停氣急車 也許就會有機會 但是馬上考驗 就是周邊的住戶 願不願意取消氣急車格 然後移到別的地方 其實不遠只是移到別的巷子 這個需要很長很長的對話 是這樣子 別的巷子都會覺得 你們的車子都落到我這 我這邊的人就不動 當然他就限定去看哪裡合適 因為巷子有寬有窄 你在窄地方還是要停車 那就肯定不可能有人走路 像符合國東旁邊的巷子 以前是沒有人行到 大家知道放學的時候 全部的小孩跟車集在一起 現在他終於畫了一條綠色的線 但如果你仔細去看 這條綠色的線很有學績 通常畫綠色的線就不能停車 可是他到了晚上放學之後 他就讓人家停 所以他沒有畫紅線 而且你去民庭他也不會抓你 因為他就是有點複雜 改變談綠色交通的時候 我們來細想 其實就是想得很好 就是我們要營造一個走路 跟騎單車安全的一個生活環境 可是他馬上挑戰到 就是騎機車怎麼停 客廠長最近在談要收費 要取消機車則 包括說附近現在 坐很多人行道 自行車道 不是前一陣子三橫三子 不是被媽的湊頭嗎 大家知道嗎 那到底要不要自行車道 不要自行車道 那單車都騎在路上 跟汽機車混在一起 要不然就是其他人行道 威脅行人 那這到底怎麼要取得一個 道路的一個 共同和諧的一個互動關係 這個是專門一個綠色交通的課程 有機會我們再談 不過這禮拜四下午兩點 如果有人有興趣 因為公視我們的島呢 要來拍一個外景 要談三橫三子的自行車道 到底到底是個什麼樣的政策 到底是要營造一個偉大的城市呢 還是造成人民的不方便 所以我們會去騎 復興南路跟和平東路口 我會在那裡 不過自己要帶著騎著腳 騎著腳踏車來 對那裡是很多 以前附近南北路幾乎是不可能騎假車 就是要騎在這 但現在已經有 大概有八成的自行車道 就自行車道有八成已經完成了 所以我們要去試騎看看 好 這個是非廣告啦 那最後一個我跟大家談的是下一個十年 淡然百年三季的串聯 那步道社也共襄盛舉了 就是我們今年要第一個會師活動會參加 那太平也是在淡然百年三季串聯裡頭的一個 社區培立的小旅行燈點 所以你知道所以每一項工作 其實它還是會結合在一起 不是做陸網就陸網 社區培立或者生態輪流 有的時候它最後是會連結在一起 所以它才會說 就是步道運動推展的不同面向 只是與切入的方式不同 百年三季這件事呢 是我們啟動下一個十年裡頭 最重要的工作項目之一 大家看到這個景很漂亮 這個是企鄉大哥帶我去的 這是企鄉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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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企鄉大哥嗎 那次我沒有去 你沒有去 在中坑五 我去的那次沒有看到這個野放的水牛 如果你在這個山裡頭的梯田裡頭看到水牛 你會不會很感動 會吧 這不是古早的照片喔 這是去年照片啊 不要看到百年三季祥 這是古早的 那這樣這個計畫也跟大家做分享 過去這個簡報只跟 新北市宜蘭縣跟基隆市市長報告過 還沒有跟搭檢報告 那為什麼說我們要去跟北北基隆的首長報告 因為淡蘭古道呢 它所涵蓋的行車群 沒有就在雙北跟宜蘭跟基隆 所以我們想要做一件事 因為我們有沒有可能透過古道這樣的概念 尤其是淡蘭古道 大家知道淡蘭古道嗎 過去從淡水瓶島隔滿 你現在剛剛講頭洞附近就有很多古道啊 它都是淡蘭古道系統的一部分 透過跨縣市的這個路網的指定 我們把一個長距離的淡蘭百年三季的路網 可以指定起來 那指定之後要做什麼呢 也不是之後 它其實同時並進 那可以以手作孤導 剛剛也講的手作孤導 有這樣的精神來維護這些舊道 而不是說古道在 很多人要走是嗎 好啊 我們就來把手扶梯弄上去啊 手扶梯不是手扶梯 我會把欄杆做上去啊 我會把那個花光園做上去 而是用一種舊道的那個 在地的這個 在地智慧的這個古道的樣貌把它呈現 要不然去走古道幹嘛 走古道 跟走這個 走哪裡啊 向山 向山 四壽山 都是那麼水 當然古道有古道味道 所以我們 是不是用手作孤導的概念 精神可以去做這件事 那一個長步道巨型 現在的人是不是更不會走路了 還是已經失去了以前走路的那樣的 遠大的抱負 不管長或短 但是我們透過走路 你可以感受到身體的存在 我覺得很多人走路都是為了這個 你在走路過程的時候感覺到你身體存在 感覺到你的靈魂的存在 感覺到你的 甚至你未來的存在 你剛剛有一本書叫走路有沒有 那本書很棒 譬如說有人走路來自我療癒 譬如說他有憂鬱症 他自我療癒 他透過走路來療癒 他自己 有人 記憶中他童年跟他的父親到田裡頭工作 或者他去馬祖繞進八天七夜的走路 就每一個人都講一個 他生命中重要的走路的故事 我覺得那個真的是 那是進一步到第一本書也是最文學的書 那種書我覺得不應該跟人共享 應該是幫你床頭沒事又翻兩頁來看 因為他很文學很散文 所以才99塊 我看一下誰下去拿好了 待會一定提你 要不要先去辦公室拿一個 再引導一下 應該有一疊在前辦公室 那本書我會建議他很忙碌很 紛紛擾擾的現代書 應該有一本這種文學的書 又不是太難看 然後又跟步道社有關 然後會有步道分級制度 你這個 這個未來的步道學就會講這件事 步道怎麼分級 首都步道精神是什麼 這些都在步道學裡頭會談 那台北山裡頭呢 有很多的文化資產 就是包括我們這個步道學 因為是結合淡蘭的山景 所以我上個上場課有講 我們的步道學課程跟台北市的文山社大步道學課程有點不一樣 是因為他們會鎖定景美山 那我會鎖定淡蘭 所以我們會有唐梯老師 就寫雙溪相至的那個祈老 那我們會介紹大台北奔地的這個 氣地的環境 包括這些文化的部分 那曾安西老師會講古道的歷史 那我們期末的時候 你們就可以親眼去目睹這些 包括這個太平的宗教信仰中心 壽山宮 那這裡所有的石頭 全部都是從古報壇的這個河床的石頭 拿上來打石砌成的 剛剛那個廣輝就是在這個廟裡頭 這個廟底下有一個市集 市集的對面有一個西偉寮福利公園 很美的 是這個嗎 是黎余山 對 黎余山 就是我們就叫西偉寮 還有一個 還有兩個 不要下面一個 要西的對面一個 對 有兩個 光是那個山腳下去會有兩個 一個在西旁邊 淡蘭古道 我們在去年推的時候 我們就找一些主題目線 聽不懂每個人都知道這件事 所以我們就用長明的這個生活的記憶或故事 就是說最有名的就是 除了剛剛講土地公 還有一個很知名的人士 就是這個人 看出來他是誰嗎 馬接 馬接 馬接博士馬接醫生 他在1872年來到台灣 來到淡水 然後開始傳教 1901年 世事 過世 頭崖 然後他葬在淡水 現在是在 那個淡水中學 那個馬接的墓園裡頭 他們家的兩代三代 都還葬在這地方 所以我常說他是一個 在150年前的新台灣人 他從加拿大來到台灣 然後就開始傳教 而且他在傳教的前七年呢 照他的日記寫 他的前七年只有半年不到的時間 是住在淡水 其他六年半都在外面走來走去 走來走去 比起江大哥還厲害 起江大哥是六日去走 他是每天都在走 好 他走的路很多很多 所以起江大哥也在笑靶的馬接 馬接 天天走 天天走 你可以想像在這個19世紀末 在台灣的鐵路還沒有開始的時候 只能走路搭船的時候 而且他結完婚了 第二天他就去 他就開始走路了 他的蜜月是走七天的路 但他老婆就走路了 他老婆是這個 五谷當地的一個 台灣的這個 應該是平谷主辦 所以他娶了台灣人 他的小孩 他的孫子也在台灣 然後他有那麼多的 他每到一個地方傳教 就會在那邊蓋教會 所以你看到北部的長老教會 他有幾乎 剛剛這張照片 這是雙系教會 你們只要看長老教會 就會有這個 這個圖騰 燃燒的荊棘 他的作用也叫做 焚而不毀 大家知道 如果你是基督教徒 你就會知道有那個神機 那個焚毀不毀 對不對 他的作用也叫做 寧願燒靜 不願嗅毀 大家可以解釋這樣 他寧願被燒光 他也不要 要坐在那裡 生鏽 八美 但是他的作用 所以他又不斷的走路 不斷走路 這個是馬接走在 淡蘭古道上的照片 他的學生 他出去的時候帶學生去傳教 去拔牙 去做教育工作 那 他也曾經走在這片土地上 而且走過很多次 他光是經過雙系 在他的馬接日記裡頭 記載就有三十四次 提留在雙系這個地方 我們跟他並不遙遠 很有意思吧 走在古道上 最有意思的就是 你可以 彷彿那個時空 可以在那個古道上定格 在某一個時空上 你可以跟以前人做教會 你相信嗎 將來也會有人在這古道上 跟你有一些教會 哇以前的人做這個步道 就是步道還長這樣 這是一個不是吧 好啦 大家可以做各種講 總之一個時空的 一個我們叫做 一個場域的場所 場所的精神 這樣的概念 其實我們可以透過古道這樣的 努力 包括剛剛說中坑古道 剛剛那張照片 這是他的青蛙石 他的梯田 你看已經人口都已經歪移 他的梯田還這麼漂亮 一層又一層 鮮明就是在這裡 開殼 你知道梯田不是天生就是梯田嗎 他是因著這個地形 不斷的這樣一階一階的 他們要做很多的什麼 包括氣石的偏頗 他要做引水路 把旁邊水怎麼樣倒過來 怎麼樣蓄水怎麼樣引水到 一層一層梯田裡頭 在這裡都還可以發覺他們的 在地的智慧 包括你還可以在這裡頭 看到那人當時的豪宅 還有三個門的大部 都已經還在 門就還在 旁邊還有一半的牆 所以你去到現地 哇那個感受是 譬如說這裡還有這個 石桌的椅子 可以 如果你可以走到山裡頭 感受這些 你會不會覺得很感動 但如果有些群人 啊不見了 天啊變停車場了 那應該會 二丸對不對 消土地宮廟 最古早的這個 土地宮廟旁邊還在消遙 好這個故事就等 就等唐玉老師來跟大家講 好了 以後有機會的話 這個是大正元年的 立的一個方向碑 方向碑就是當時的 那個指示牌對不對 先生是不是很聰明 他立一個石柱有 石柱有幾個面 四個面 所以他就告訴你 碑往頂雙溪 就是往北邊走這樣 所以他每一個面 都會告訴你一個路標 這還在喔 絕對不會被風吹的風吹 地震的 地震把他轉向四五度啊 這應該很難 倒是有時候他指向路 你會覺得路在哪裡 會比較模糊對不對 但是我們找了一下對不對 就是往什麼方向 到底路在哪裡 好 好 那像這樣的時候 錯 你會在路的路到中間 會 常常會也會看到 這都是很珍貴的東西 這還有人住在那裡 所以農家在那裡 你會說哇那農家 那他怎麼維生呢 所以有時候你到三個農家 你可以買段木香菇啊 買他養的蜂蜜啊 買他種的米啊 種的蔬菜 所以你們如果去太平就會有什麼 去世有什麼 那太平有什麼 可以買什麼 兩星商店的 好 到時候你要帶大家去玩 好 好 你看 你看 全部都是店家 你看 木店 還什麼 圓米店 中藥店 可以看到 你看 那個什麼 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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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意思 這樣是不是就可以虧見 欸那個時候 一個小小的市場裡頭 是多麼的繁華 因為它就是一個 一個交通的節點 好 所以當然主道呢 謝謝上個禮拜 有三位我們的主教 我們去開會 我們會負責其中一段會師 到時候靠近一點再跟大家講 所以從淡蘭的北路 中路 南路 還有北四溪的這個 這個連線的古道 全程可以走得完嗎 你說全部嗎 有啦 我們後面的市場去年走完了 走完了嗎 應該都喜翔大哥走很多遍了 大概分段走嘛 喜翔大哥全部走完要走多少 一次走完 應該十幾天 應該十幾天就可以走完 那個是藍天堆的早晨 不要相信 你大概過三天 四天就可以走完了 所以就比較輕鬆了 大概可以 你可以心中立向志向 所以我希望我未來可以嗎 三天或四天堆應該都還好 我們要用一個朋友 好 好 我們六六八手 你用這個來 這一邊是因為有婚內師範 你過來怎麼樣 那師範來說 讓我們這一個步道班的跟 我們步道班的跟宜蘭的 還有華大學的 我們會走那個 我們會走那個 藍藍藍藍藍的那個 的便道 那藍藍藍藍的便道的時候 我們會走這個 第一個 先預告大家可以去走這個 我們會走這個 從烏圖窟 烏圖窟 烏圖窟這個地方 就在石定 石定這一邊 那這一邊 自己說是這個 淡藍變道的時候 原德上文的時候 最早的時候 是從這個 台北市的六張嶺這一邊 六張嶺這一邊 查入古道 查入古道 到軍過深坑到石定 那我想說現在有很多同學的時候 是會在石定那一邊 看到說是淡藍古道 您在那個深坑老街 可以看到那一邊 寫的老街的寫那個 淡藍古道 那在石定這一邊 有可以看到淡藍古道 那我們會走這一邊 另外那個淡藍古道 這一邊車子的時候 到了烏圖窟 那我們會從這一邊 烏圖窟我們走這一走上面 走到許家面線 走到那個大閣門 那接著的時候 我們就關過這個山 到那個北宜公路 這個就是北宜公路 北宜公路的這個水底寮 那到了水底寮以後 我們下到這一邊 這一條就是北市溪 這一條叫北市溪 那一邊就是 都來這邊還是溪 那一邊的時候 我們那個是左這一段 我們左這一段 左一邊 那我們到這一邊的水底寮以後 我們下到北市溪 就到北市溪這一邊 那跟宜蘭這一邊的 宜蘭這一邊 他們會騎腳踏車 他們是已經會用走路的 走那個荒蠻古道 走礁溪的這一邊的 荒蠻古道過來 但是因為那一天的時間上關係 所以他們會用騎腳踏車騎 騎那一個 928拐 那接著到平寧 接著到地域跟黃費 那我以上報告這樣 謝謝 好 好 有人想說為什麼要騎腳踏車 因為以前 那個 那個 台九 因為台九 昨天1800 他用程是以前的 因為在沒有公路前 他當然就是一個步道 好 所以 很危險 很危險 開車 騎摩車也都很危險 路都很危險 就是要小心 好 好 這個先預告 我們會從烏圖鋪到這邊 跟他們從宜蘭來的會合 很近 我們走的是最容易的 我們是走最容易的 我們是走最容易的 十公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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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公里內 十公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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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中部的部分 我就不講 我們透過帶來百年3D計畫 我們也希望就是剛剛講 是把自然跟戰略智慧 把這個救災系統把它做出來 那这个学习大家也会有机会去体验 留到步道老师来跟大家做这个手作步道的这个介绍 那也邀请大家了 因为今年的十周年 千里不论我刚刚说了 你是06年的几月几号啊 11月23日 在中国 两个月在中国 6月11日 11月23日 11月23日 6月11日是第一次开步走 7月 我们有讲吧 423 转眼十年过去 423又出现了 所以我们会在十周年的命天 在万华的剥皮 欢迎大家一起去 在历史街区 为什么你想想 为什么百年三季的串源 要在万华的剥皮 刚刚大家那张图有看到吧 带来的古道系统 从如果北路这样一直延伸在万华 然后到断水出来 这万华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 所以我们选在这个剥皮疗 这个地方来做一个会师 免得大家要到山里头会师 找不到路了 永远会师不到 而且我们要请四个县市的首长来扮演 基本上他们应该会同意 目前已经同意了三个 马接我们还没有当面就是科市长 但要想他应该会同意 其他都没有问题 比如说四个首长就分别扮演 在这个古道上不同年代的代表人物 比如说马接 因为科市长是医生嘛 土地公啊 挑夫啊山友等等 让他们一起来 等于是共同宣誓说 愿意透过这样跨县市合作 一起带来百年三季做更好的保护 跟民众一起来做这个事 所以当天我们上礼拜又讨论 记者会是十点到十一点 那十一点之后应该会有一个小时 对不对 听医生嘛一个小时 会有这个波皮寮医生街区的 跟周边的这个导览 就让大家去那边也可以认识那个地方 所以他也会有很多的有趣的事 那会试的部分大概就是 现在正在紧摩屁股地做 那这是今年代代百年三季启动的第一年 社大步道社会跟罗东社大跟依赖社大 这边会有就是南北会试 所以那天我们代表已经跟宜蘭见到面了 那当天如果搭起去就可以一个人的朋友 那我们启祥大哥带着蓝天队 就会跟宜蘭的荒野 跟宜蘭大学登山社 有另外一条这个比较南的路线 还有另外三月协会也会有 诶 台大师跟谁会合啊 山岑社 山岑社露掉了 他们也会有一个会诗 用图来表示就是这样 那我们就会在这里 我们是很容易的 大家不用担心 最轻松 最轻松 不担心 不担心走太短了 太短了 有骨气好 那我们会 请加入来 对 对 对 那后续我们还会有一系列成果讲 那这个成果发表是 第一堂课跟大家分享 我们从试验前从串联 步道环岛固步 一直到进行实体的实践 到柱道的守护 来自于现在大家参与 我们步道学的课程 那加入这样的一个行业 那我可以为这个土地做更多的事 那我的报告就到这里 好